明星的生徒和金修图差别到底有多大 没想到就连成一都不能幸免 近期成一出席了一个线下活动 金修图和生徒照曝光以后 引起了一种粉丝的热议 31岁的成一生徒里是这样的 难道成一的少年气息也丧失了吗 成一因为流离大火之后 一直都是网友关注的焦点人物 更别说最近因为新剧底线开机 再次出现在观众的视线里了 在开机仪式上 成一就因为路透照被网友嘲讽说 身材是55分的 甚至连脖子都看不到 肤色也没有电视剧里那么白皙 整个人看起来很是普通 显得本人很没有精神 仿佛是被什么压垮了一样 没有一点往日古装男神的气质 但法院的制服本就是统一的 也不能随便改动 如果不看这张路透的话 单看他在剧组的正面照 其实还是很帅的 标准的白色衬衣搭配黑色西装 整个人身子也是直挺挺的 仅是那张脸就够可乐欣赏了 自从路透引起热议后 粉丝们似乎对成一的生涂很感兴趣 这部前段时间成一出现 一个品牌活动的时候 生涂和精修涂的差别 再次引发了网友的好奇心 当日成一穿着一身牛仔套装 就现身活动现场 腰部还配有一条同色系的腰带 看起来更加随性自然 除此之外成一的妆发还是很精致的 皮肤看起来非常白皙 整个人看上去休闲又不是时尚 少年感都快溢出屏幕了 明星出席活动现场的时候 身边总是会有许多工作人员和安保人员 以及不少的媒体朋友和粉丝 面对这么多人的时候 成一表现得落落大方 面带微笑和大家挥手时很是亲切 就像一个普通的邻家大哥哥 进入店铺之后 却有粉丝迅速抓拍到成一东张西望的表情 还将其制作成了精修图 在精修图里的成一 肤色更加白皙 脸颊也好似糯米丸子一样 十分清新可爱 不过随即就有网友晒出成一的现场生涂 和精修图的差别还是有点大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成一还挺新鲜的 大家可以明显发觉 虽然镜头不算太近 更仔细的皮肤状态也看得不太清 但整体看下来生涂状态下的成一 肤色比精修图要黯淡不少 但状态还是很在线的 老实说除了这个以外 其他的可以说生涂和精修图没什么差别 依旧是瘦薛丹薄的身材 薄情细长 头小连也小的成一非常上进 既然是品牌活动的现场 自然也会配合摄影师和媒体朋友 摆出各种姿势以供他们拍照 虽然成一已经31岁了 但他们身材依旧像大家熟知的那个少年 其实这也不是成一第一次 因为生涂和精修图被网友议论了 之前成一在拍戏的间隙 就参加过一档国民综艺 奔跑把黄河片的录制 粉丝们当时都是满满的期待 而这次也是因为户外活动 所以很多粉丝都有心见到成一的生涂 也放出了很多路透图 在粉丝发出来的图片中 成一的颜值也是非常高的 特别是这俊俏的小脸蛋 一种少年的气息简直油然而生 无论是谁都想象不到 成一已经30岁了 看来真的是保养得十分好了 其实成一的五官也是十分精致的 特别是组合在这个小脸蛋上 就更加完美了 大家都知道成一拥有着一张非常小巧的脸蛋 虽然不及女演员这般精巧 但是在男演员中也是十分小巧的 令人惊艳的 其实成一的五官也是十分精致的 特别是组合在这个小脸蛋上 就更加完美了 大家都知道成一拥有着一张非常小巧的脸蛋 虽然不及女演员的这般精巧 但是在男演员中也是十分小巧的令人惊艳的 成一的新曲《陈骁如蟹》 自从曝光定妆罩之后 就成为了备受期待的古装剧之一 毕竟单从定妆罩来看 男主成一的造型非常惊艳 女主杨子的造型也是温婉仙气 之前剧方放出了成一的双面剧照之后 成一清新冷俊的懒衣黑发造型 掀起经验的白衣白发造型 都获得了一致的好评 但白发造型精修剧照看起来惊艳 正片里可就不一定了 毕竟这个发色很难驾驭 还非常显黑 之前也有过很多翻车的例子 但现在大家真的完全不用担心了 这是近期成一带着陈香如蟹的 细装直播的无休生托 是的 在没有滤精的加持下 白衣白发的成一依然五官精致 颜值精艳 完美称出了这个发色和造型 这样的生涂 这样的颜值状态 完全足以披美金修图 如此经验的无休生涂曝光之后 成一意料之外的收获了满频的夸赞 很多粉丝和观众夸赞她是白衣天使 以及夸赞她的颜值状态和角色气质 之前陈香如蟹的红衣成一浓烈又明艳 还大致易碎感和柔弱感 早就成功出圈让网友夸赞了一把 有了成一这两次的生涂出圈 陈香如蟹这部剧的期待值更高了 再加上女主杨子 如今身为收视女王的号召里 和一如既往的演技口碑 这部剧已经有了未播鲜活的趋势 所以对于成一搭档杨子主演的这部陈香如蟹 你有多少期待值呢 之前成一作为浪凡心动和品牌大使张小斐 共同出席了Levin上海IFC门店开幕活动 当日成一身穿浪凡影花白衬衫 外搭浪凡西装外套黑白经典搭配 风格却毫不拘谨 尤其是胸前的红色胸针 更衬得整个人贵气十足 浪凡最三大红鞋品牌之一的奢侈品牌 在成一的诸多合作品牌中可谓读书一致 要知道成一代言的产品多是如 雀巢、养頤奶粉、太字这样的清明品牌 可帅则帅意 但成一依旧不改呆萌本色 在现场举手投足间可见一些小拘谨 有网友更重复观看成一的现场视频 可爱好喜欢 对于成一当日的造型 粉丝可谓赞不绝口 但也有网友晒出了现场的生涂 表示其太过沧桑 该网友发文称 成一现在怎么这么沧桑 我记忆中是个文弱书生的形象 从晒图来看 生涂状态下的成一确实和之前有所不同 胡渣也颇为明显 底下有人说是沧桑 有人说是憔悴 不过也有网友表示是光线和拍摄的问题 当日成一的状态十分好 他熬造型的时候酷帅十足 像是一位俊美的贵公子 同时又彰显出呆萌本色 眼神和动作都透着可爱劲 对于不喜欢成一的网友而言 似乎怎么也get不到他的好 反之喜欢成一的粉丝 他的一举一动 一平一笑 都能直击他们的心底 在琉璃这部剧播出之后 成一的人气越来越好了 和乐发现在资源方面 他也很有优势 成为了很多品牌的新同好 去年的5月17日是成一的生日 他还提前亮相了某直播间 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去看成一的直播呢 画面中成一穿着简单的丝绒白衬衫 配黑色裤子 气色不错 起初成一好像对直播不熟悉 频频拿脸怼镜头 后来一旁没出面的主持人提醒下 他才知道要和粉丝们互动 可乐注意到他回答了一些大家关心的问题 不得不说成一直播状态太好了 皮肤令人羡慕 还是那么呆萌 主持人还特意问了成一护肤的问题 成一表示主要就是清洁干净 因为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所以他特别强调就是清洁要注意 关于吃的方面 他表示也要多运动 再去吃喜欢吃的东西 关于专辑他会努力的 但要先把演戏弄好 还有一个细节比较感人 他让大家不要破费 不要刷礼物 直播只是和大家见见就好 网友们纷纷表达内心的喜爱 十年烟火 一生钟情 提前祝成一哥哥生日快乐 一路同行 成一不光帅 还奶乎乎的可爱呀 不得不说成一的直播是真的不少 之前成一还亮相过一次直播 也因为颜值状态备受关注 这次成一不同于以往 在精修图里的他 这次的他可是非常真实地面对观众 因为是在直播的镜头中 所以大家也能感受到他的真实状态 首先可以看到 这次成一穿的是白色毛衣 衣服上的红色图案 也称得成一十分的温暖 看上去真的十分符合这个冬天了 而大家自然也是非常关注成一的状态了 从成一出场的时候 大家的视线就是紧紧跟随着成一的 而成一也是不负众望 看上去的状态也是非常好的 既然是和平时精修状态下的他 是没有两样的 将镜头拉近可以看到 成一这次整个人呈现的非常有惊奇事 看上去好似一个少年一般 非常的令人惊喜 而成一的脸蛋 自然也是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的 毕竟男人三十 也是早已和青春期无缘了 皮肤状态更是令人非常关注的 但是我们从视频中可以看到 成一整个脸部的状态是十分好的 特别是这白皙的皮肤 在生涂的镜头下 都能感觉到他的皮肤白的发亮 看上去真的十分清俊了 而且可以看到 成一脸上是没有任何的皱纹的 看上去真的是十分的 白皙润滑 没有任何的瑕疵 看上去是非常有惊奇神的 皮肤状态也是非常好 而除此之外 可以看到成一的五官 真的十分精致了 一般很多人都会觉得 是不是明星过分的精修了自己呢 这次就可以看到了 其实成一的底子是非常好的 五官非常帅气 这不是靠修图修出来的 无论修不修 他的颜值就已经摆在那里了 非常的令粉丝们心动 成一在这一次的直播中 也是十分开心的 经常对着镜头做出各种表情 和他非常高冷的形象 真的是完全不复了 而粉丝们又气又急 直言 成一你都偶像包袱不要了吗 看来粉丝们对成一 也是又爱又恨了 毕竟这么有反常萌的成一 任谁看了都会非常喜欢吧 虽然网上对于成一 真实的颜值 始终都是褒贬不一的 但从生涂来看 成一的颜值还是很扛大的 之前综艺奇妙之城 就爆出过路透 照片里的成一 也是少年感满满 也很悠闲 所以有时候说成一 生涂颜值下跌 估计也是和作息有关 毕竟成一的底子在这 再差也不会差到哪里 期待成一的新剧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宝贝们来朋友 去一起留言讨论 喜欢本期内容的 可以点击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